- 忘記開個機 - 直接手轉 - 貼5 綠谷嗎 - 我想一下 應該是可以啊 - 應該可以吧 應該可以 - 看起來可以 - 這麼多也太油了吧 - 五綠谷有一關要賭一下就是 - 王關的第三層 - 可以剪掉吃死那裡 - 不要啦 - 反正我們再打一次很快的 - 看我速刷 - 直接手轉 - 五顆 OK - 看到再二就不想打 我就爛 - 其實綠谷打起來已經相較簡單了 - 講真的 - 因為之前打這個再二級 - 還要 - 顧到他的傷害 - 它這個綠谷直接平坎百億啊 - 完全不是個問題 - 綠谷打起來已經 - 算簡單的了啦 - 無視工錢直接垂過去 - 五綠谷無限擋死欸 - 對阿 - 所以一定可以過吧 - 睡覺的晚安 - 怎麼看不懂最後關打什麼 - 剛回過好運 - 如果說你看不懂的話 - 就沒必要理解啊 - 照我的步驟做一定就可以過啦 - 就是該開的技能開開就過了 - 對 - 說實話你要去理解他的話 - 就是你要 - 你要自己打過 - 加上你看得懂他的那個 - 做文盾 - 這樣就可以了 - 就這麼簡單 - 呵呵呵 - 好一康起技能 - 然後那一康盡量不要消到斷結局 - 盡量不要 - 後面九康你不行 - 不行的話 - 那我也沒辦法 - 呵呵 - 那個就是 - 考修轉而已 - 打摘要眼睛痛喔 - 摘要眼睛痛喔 - 摘要擊最 - 最重要就是解那成就吧 - 拿那個龍科這樣 - 打摘要眼睛痛喔 - 打摘要眼睛痛喔 - 摘要擊 - 其實 - 第一次出的時候好像 - 有出那個禮包欸 - 為什麼打不過啊 - 三小孩 - 兩隻好像打不過嗎 - 好像要多轉一點 - 至少削三種珠子 - 我要來上班配直播了 - 嗨 - Y-E-L-L - 林韋加入奎元八個月 - 謝謝你 - 無視 - 無視 - 是有無視啊 - 可是 - 就是重點是 - 只是這邊可以直接那個欸 - 喔 - 欸 - 轉不出來 - 三小 - 什麼新珠轉不出來 - 蛤 - 蛤 - 蛤 - 給我多一點新珠啊 - 我要炸欸 - 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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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大家都一樣啊 那你也不要轉我的豬啊 為什麼你可以轉 難道他是 超越系統的那個人嗎 難道你是封閉者嗎 還是怎樣的 雙標之塔 是不是這樣 我猜是喔 呵呵 這種就是硬要亂嘴有沒有 呵呵 沒事找事情做 不許百姓點燈 對啊蛇魔 蛇魔是不是討厭百姓 是不是在針對 呵呵呵 硬要 這邊就不消 不消 水好了 欸不消 不消 火 好了 欸不對 呃 手消水傷害零化 就不消 就是這樣 留一隻就好了 百姓比較長嗎 你問他啊 我也不知道他多長啊 不是正常 朋友之間會 聊這個話起來 你多長 類似這種 你不是看過嗎 沒看過啊 你們怎麼會有我 我看過的初覺啊 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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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還真的沒看過 蛤蛤 根據程式運算 他會先轉版 再進轉版 好 蛤蛤蛤 蛤 可以 蛤 有點複雜 哇 我失誤了 怎麼表示你怎麼敢用我的劍這副 現在不能再失誤了 再失誤就要去了 七康 現在我們要小心一點轉了 這邊綠谷不能無視啊 這就是另外一個神魔的不可思議 不能無視敵方不准你無視的東西 就這樣 這是一個很怪的邏輯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反正後來大家都接受了 我也不知道 這單字其實是蠻怪的 我可以無視啊 欸 待會我 我 我這個官方說你不能無視 又不能無視了 真神奇 嗯 還敢跟什麼講邏輯 所以沒有邏輯好不好 他叫你不能無視 你就不能無視 還敢廢話 哈哈哈哈 這邊能無視就好打了 這個就是要考你手轉啊 可以無視 但沒傷害啊 你要不要聽聽你現在在講什麼 哈哈哈哈哈哈 我可以無視啊 但是打不出東西喔 那你就是沒無視啊 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 那 那你到底有沒有無視 我有無視啊 那你無視心酸的喔 打不出傷害還敢 還敢自稱無視欸 也太有笑了吧 哈哈哈哈 可以無視但不會過 那你在無視什麼的啦 到底在無視什麼 看不懂啊 哈哈哈哈 呵呵 不同技能 只是圖示不同吧 那你就圖示給不同就好了 這樣就沒爭議對不對 那你硬要圖示 又給一樣的 然後又說不能無視到底 啊 所以這就是 神魔自己偷懶的問題對不對 偷工減料 還不願意畫一個新的圖示 欸 欸 欸 感謝聖士大學50塊走內 今天很嗆是吧 不是啊 你就設想一個情況 就是新手看到這個盾牌 欸 欸 這個我認識欸 這不是固定combo嗎 欸 那我知道 綠谷無視嘛 欸 怎麼又沒無視了 新手整個被搞得很快你知道嗎 我這新手我就要吐了 那所以到底有沒有無視啊 大哥講清楚好不好 大哥講清楚好不好 要不然你那邊就給幾個不同的 不同的圖 不同的東西就好了對不對 那給一樣真的是太困擾了 好 我們要召他了 我不是你的無視的無視 不至於因為新手打不到那邊 呵呵 喔 所以是這樣是不是 喔 所以他這個盾牌就是出給老手玩的 新手不要玩這遊戲好不好 通通退坑 通通退坑 我跟講 我如果說在路上 看到新手 拿著手機在玩神魔之塔 我直接 一巴掌 往他手機上面 打 還敢玩神魔 你知道這遊戲新手不能玩嗎 還敢玩 再玩 對 我真的就直接打 我真的直接打 好不好 我絕對會 貫徹 神魔的意志的 好 這邊記得先開一個綠谷檔史 然後再開龍客 想被告 你會出門嗎 偶爾啦 真的很偶爾 比如說要買吃的東西 Uber已經吃到快膩了之後就會出門 可是現在路上也很少在玩神魔欸怎麼辦 好像這個 雖然 雖然有這個 糾正新手的心 但是好像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實行欸 怎麼辦 游記30怪獸內 我也是新手嗎 這一個 游記是新手嗎 那只能說你是很油的新手欸 先開這個 再開歐書 然後再開 綠果 直接開揍 好 然後 我想可以拉歐書的角色珠欸 但不拉應該也可以過 拉拉看好了 打得夠吧 歐書 歐書 怎麼說 好啊 新有餘力而新手不足 看那個歐書的技能就直接灌爆他了 好不好 這個劇本 輕鬆零食 有 結果是新手吹油什麼都沒有 不過 其實油 有時候也是超能力啊 整隊吃油 或者整隊綠谷 那根本好像也不用很會轉出 你就每回 開那個固定版面不就過了 之前 會看到一堆人玩神 我現在看到一堆人在看片片 什麼意思 之前也有很多人在看片片吧 片片是不分時期的吧